发表我们第二条导览路线 当杨三郎遇见杨三郎 永和社大城市故事导览之工队 发展走一条自己的路计划 规划出永和文化线 当杨三郎遇见杨三郎 一个是画家 一个是音乐家 让大家认识三郎精神 经过社员们的采集纺调 这条路线经过12个正点 藉由散步走独 一同感受永和的文史故事 杨三郎在日本待了六年 这期间台湾的画展也好 或是日本的画展它都有参展 也得了多项的奖项 包括日本的帝国的地展 谢谢永和社大大家来杨三郎美术馆 以后希望你们常常到这里来玩 明确时布袋戏团精彩的掌中戏 勾起民众的儿时会议 城市故事导览志工队 鼓励民众把城市当成一本书来阅读 就会多一份对土地的认同和记忆 也希望培育年轻人成为文化种子 传承地方文化 藉由永和社大这样子的一个社团 然后能够培育更多来关心永和这个地方 那永和这个地方不是除了文史 因为文史这个东西今年累月之后 它毕竟是会消失 包括齐劳 那我希望的就是说年轻的一辈要上来 因为除了文化历史以外 其实在我们现在 还有很多新的正在发生的故事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 永和有许多大小事持续上演中 透过走读活动 让永和人更了解自己的家 发展人文精神 加深对在地的情感 专家新闻陈家云永和报导 一人之下 一人之下